随着饮食健康医大越来越受到重视 宿舍也越来越受到民众欢迎 这天在塞地 新天工妙定基盘的宿舍 收野池的寡董 欠很多民众的寡董 这个寡董已经办理五六档了 一开始是有北部的宿舍购借自己做 慢慢欠越来越多 无一样的宿舍购借购借购 希望好吃的民众有更加多料理选到 民众排队等好料 这天在塞地新天工妙定外面 一期饭了一张宿舍的收野池 不管是吃素的还是没吃素的民众 都来到现场吃看看各种的事物 我们没有出宿 我住这边附近啦 我来五六次了 啊感觉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我们很少出宿 但是每次来我们都有来买汉堡 虽然是一个小确幸吧 因为就是多了一个 平常吃不到 然后多一个选择 变化这样子啊 因为你平常可能吃素食就是 正常的三餐 可能面食或者是吃饭而已 那这个其实是属于就是 比较特别一点的 这个活动的发起源自一名花丘 他吃到台湾的野池文化 但是因为他吃菜 吃野池的时候都没来好好买东西吃 所以说这想要来办一个宿舍的野池 因为我本身我本身吃素 然后我是华侨 我从美国回来 那我很喜欢台湾的夜市文化 就是很热闹 可是因为我自己逛夜市 我发现夜市没有什么素的 那我就后来想说 透过我自己的行动餐车 走进台湾夜市 然后让台湾的吃素朋友 没有有一个简单平价的素食可以吃 素食小夜市 不然在婚人基班 是在专台湾早上的孙回活动 不过已经基班五六档的时间 点击也由一开始七八斤 到现在二十几斤 他们是希望借到这个活动 让吃素的民众 可以有更多的食物专得 我们素食小夜市大概有五六年了 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只有大概七八摊 然后到现在我们有到将近快二十摊 然后我们就是想说 透过我们全台湾巡回 然后到从北台湾到中台湾到南台湾 我们偶尔可以让在地的素食乡亲 有一个素食小夜市的小确幸 现在是越来越多人来吃菜 不过第十五的选得上也是比较少 相信这次素食小夜市 对吃菜的民众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接着小夜市猜虹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